字幕提供 好,歡迎收看自然簡單,我是超大老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教的是九年級國三的梨化 目前進度講的是速率跟速度的歷屆試題 那希望今天晚上把它給上完 上完之後我們下一次上課就可以上到加速度的部分 下面的第十題 其實這裡是很棒的一題 它是考VT圖 我先把圖畫下來 來,同學,什麼叫折返跑 折返跑,如果說你沒有概念的話 我畫給你們看一下 我爸同學不知道什麼是折返跑 比如說這個是操場的一邊 這邊是起點 這邊是終點 有插旗子 插旗子 插旗子 然後這樣子 所謂的折返跑是說 他這個人會從這裡開始 這邊是起點的位置 往這邊跑 跑到這邊的時候又返回去了 就所謂的折返跑 就是跑到旗子又回來 就反覆這樣跑來跑去的 稱之為折返跑 因為折返跑的關係 他的方向會不一樣 會轉向 所以這裡又問你說 他參加直線折返跑的比賽中 下圖是他比賽過程的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所謂的VT圖 他在比賽過程中 跑步的速度的方向 總共改變了幾次 他的方向改變 什麼意思喔 你看喔 我這樣跑過來的時候 方向沒有變 什麼時候變 到這邊折返才有變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看喔 那從這個VT圖來看的時候 我問你喔 他的方向改變了幾次 你看得出來嗎 他的方向改變幾次呢 你這樣看喔 他的速度從0開始 慢慢加速 加到最大值的時候 有沒有回頭 沒有 從這邊開始是減速耶 減速減速減速 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開始往回跑了 怎麼看得出來 因為速度有分為正跟負 負的表示往回跑 往回跑的時候加速 加到最大值的時候 再減速 然後就停下來 這邊停下來 又轉向的往這邊跑 有點像什麼情況喔 這邊的這一段呢 等於這邊衝過來的過程 你看喔 這邊的這一段 是這邊衝過來的過程 他衝到中間 達到速度最大的時候 快到其實會撞到了 要不要減速 要減速啊 所以這一段是說 這邊在減速 可是方向沒有變喔 到這邊停下來之後 往回跑 往回跑的時候呢 在這裡 方向改變了 所以他是往這邊走 方向改變之後 速度是負的啊 然後怎麼樣 一路都加速 所以往回跑加速 加到最大值的時候呢 快要到起點了 要煞車了啊 就慢下來了 這邊是慢下來 到這邊的時候呢 又回到起點 開始往這邊跑 所以你發現喔 他的方向轉變看哪邊 是看這邊 一次兩次三次 又回到原來的位置 所以他的方向 一共轉變了三次 所以要選的是A 這是VT圖要這樣看 如果這題目呢 把它變化一下 不是VT 他改為ST呢 如果是ST圖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就方向改變了 舉例說喔 一路都往北走 到這邊往南走啦 往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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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這邊呢 通過了遠點 繼續往南走 走到這邊的時候呢 開始往北走 往北走 北到這邊的時候呢 又往南走 南到這邊的時候呢 又往北走 變這樣子 所以如果這個是ST圖的話 它的方向的改變 要看這裡 一二三四 就會轉了四次 如果能講VT的話呢 要看這邊 過了這個地方 才是方向的改變 要知道嗎 那麼這一段在幹嘛 這段不是轉向 講VT的時候 這一段在做減速 這樣懂意思 這邊呢 它就是返回的時候的加速 加到最大值的時候 開始在減速 減速到停下來的時候 又回到這邊來了 這樣有概念 這是第四題 所以答案選擇是三次 OK嗎 它在用一個 一樣同一個打點計時器 固定的頻率下 所以這每兩個點的 間隔時間是一樣的 叫固定的頻率 比如一秒打20下 打20個點 這固定的頻率 然後呢 測量小車 拉動子帶 這加以秉定會有四個 不同的車跟四個 同一台車 四個的子帶 然後呢 每次車呢 都是從右向左運動 它的方向是右向左 所以它的點 這樣依序打過去了 右向左嘛 車子這樣跑 打了點 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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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連續往後面打的 對不對 因為你的打點計時器 它不會動啦 會動的是帶子在動 所以帶子拉動的時候 它就依序打下去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第三第四 你要知道它的順序啊 因為你順序不知道後面有問題啊 這是第一個點 這是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一時類推 這邊都是喔 它是一二三四相打下去了 呃 四段子帶的長度都相同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以我們看紙袋說故事啊 好那個A他說 紙袋甲打點都均勻 表示車子的加速度一定啊 我們還沒有學到加速度 所謂的加速度是說呢 它的速度只是越加越快 叫做加速度 或是它速度會改變 都稱之為加速度 那個加速度這個加喔 其實是有點危險的喔 這個加呢 我們會認為說一定要越來越快 不是喔 減速度也是屬於加速度 基本上喔 只要不是等速度運動的 通通稱之為加速度 只要不是等速度運動 就稱之為加速度 所以你越來越快 越來越慢 都是加速度 你忽快忽慢 一樣叫做加速度 但如果說呢 這邊寫個等加速度的時候就是 你會越來越快 或是越來越慢 就不能忽快忽慢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分兩種啊 等速度 表示速度維持固定 所謂的加速度 是說速度不固定 我們看甲這個子帶喔 它兩個間隔的距離都一樣 代表說甲在幹嘛 它做的是等速度運動 有沒有 這個是等速度運動呢 既然是等速度運動的話 它的加速度的值就是零 所以它不是一個 加速度一定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A不對 那B他說 指帶以顯示的平均速度會最大 何謂平均速度 距離除以時間 你看要加幾個時間 一個時間 兩個時間 兩個點就算一個時間了 因為它每打一個點都會花一個時間嘛對不對 所以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五個時間 這才兩個時間 這邊都很多 所以只有以的這個時間越少 距離都是比較 它距離也是比較 距離是固定的 時間比較少 所以它速度值最大 所以答案是B對 那C說 指帶柄表示加速度最小 指帶柄看得出來在幹嘛 它在煞車 為什麼 這個是你看 這個是第一點 這第二點 這第三點 這第四點 越後面的點怎麼樣 越來越密集 它在做減速 那減速一樣屬於加速度的意思 它是做的是負加速度 就是越來越慢的意思 但不代表說它的加速度是最小的 呃 不是 那 諸他說 指帶釘呢 表示小車的速率越來越快 指帶釘越來越快 如果同個時間點去打出來的 這前面的幾乎都沒有 一二三四五 前面這兩個 它是等速度 那後面這邊的話觀察來看 其實這兩個距離又差不多 所以越來越快嘛 也看不到出來 所以比較明顯的答案正確的 答案選的是B 那這第四點有沒有問題 OK喔 好那再來看那個 有問題嗎 好那我們看那個 第十二題喔 好那十二題呢 他給的是一個表格裡面的一個位置跟時間的關係的表格 然後去挑ST圖 哪個答案才對 好這什麼意思喔 來看喔 他這個是說呢 它是0到5秒內的一個位置跟時間的關係表 他先給你關係表 然後叫你去挑圖案 挑什麼圖 挑的是XT圖 S表示位置啊 T是時間秒喔 S位置是公尺 好那你看喔 以他的資料來看喔 0秒的時候呢 他在哪邊 他在3的位置處 0秒在這裡啊 在3的位置處這邊 這邊是3號 假設這邊是3號 然後呢 每隔1秒 你注意看喔 每多1秒 3到7 多4 1到2秒 多1秒 7到11又多4 又再多1秒 又加4 又多1秒 又加4 又多1秒 又加4 上面這個是個等差數 每次都加4 代表說他做的是什麼 等速度運動 因為每次的間隔都一樣啊 不等速度運動嗎 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怎麼樣 是一條斜直線過來 答案選這一個 好 所以符合的答案呢 就這個啦 答案選的是豬 好 這OK喔 這第12題 好 那13題呢 好 這個 你會發現我們國中理話呢 常常出現一句很神奇的話 叫做光滑的平面 什麼叫做光滑的平面呢 他要表達的意思 就是跟你說沒有摩擦力 就完全都沒有摩擦力 很神奇喔 這段是完全沒有摩擦力 空氣阻力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是很光滑的平面 這個意思喔 然後題目怎麼說呢 他說 在長度一定的光滑的斜面上 有一顆球 是斜面的頂端自由滑下 這邊自由滑下 然後呢 如果改變這個斜面 跟水平的夾角 這邊的夾角改變一下 怎麼改呢 他從0到90度 0度到90度 逐漸在增大 那這個球呢 他通過A點的速率 會隨著角度的增加 而有什麼影響 你這樣想喔 如果這個角度呢 不要這麼大的時候 比較平的時候 等於是把這個怎麼樣 當圓星 畫一個圓 不是嗎 你就想想喔 把這當圓星 我不是可以這樣畫一個 這樣畫過來 好畫過來半徑都一樣長 所以那個球的位置啊 他可以在這裡對不對 最高的時候呢 也可以到這裡喔 可以到這邊來喔 好 如果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你的角度越小的時候 他球的高度就越低 球的高度越低 他滾動的速度就比較慢對不對 球的高度越高的時候呢 高度越高啊 是不是都位置高 位置高下來就比較 有沒有 重力加速度嘛 他會速度就比較快喔 所以很明顯的 角度越大的時候 他的速度值就越快喔 然後呢 欸 哪裡啊 所以呢 他說 隨著夾角的增加 有什麼變化 夾角越大 速率V就越大 同學你想下一個問題喔 那如果是剛好90度呢 如果是剛好90度的話 這樣砸下來 我覺得是不會滾的喔 他就彈起來嘛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整個那個動能喔 掉下來之後呢 他會反彈變未能去 所以他彈起來一下 所以他這個題目的設計有瑕疵喔 應該不要到90度啊 因為你角度越大 其實都會被 被那個撞擊地面的那個 給吸收掉 可是我們有考慮這麼多啦 只告訴你說 這樣講就複雜了 所以就記得喔 他那個角度越大的時候呢 他的位置比較高 所以他動能就比較大 所以滾過來速率就比較快 因為這邊弄面有摩擦力的問題 好 所以答案選擇是A 這個十字題呢 他說四位選手呢 以接力的方式 在操場上沿著周長 是200公尺的圓形跑道 練習接力 他的操場一圈 周長是200公尺 然後去接力 接力棒 接力賽 然後接力棒的選手呢 繞著跑道的速率跟時間的關係圖 如下圖所示 所以這邊的VT的V呢 指的是速率 不是速度喔 是速率喔 它是速率跟時間的關係圖 然後呢 四位選手呢 接力棒的時候呢 剛好都跑了100公尺 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我們看圖說故事 我跟你講怎麼看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面呢 只有這個甲 還有這個柄 它會從原點速度是0 不是原點速度是0的時候開始跑 有那麼奇怪喔 它的選手呢 有四位喔 分別是選手1 選手2 選手3 選手4 它底下有時間喔 這邊是 13秒 25.5秒 這個點喔 好這邊39.5秒 到這邊的時候 我畫不下這個是50.6秒對不對 因為說喔 假它跑了100公尺 花13秒 已跑了100公尺 不是花25秒 要扣掉13 12.5秒對不對 然後丙的話是這一個 39.5扣25.5 丁的話呢 50.6扣39.5秒 是丁跑的秒數 這他們分別跑的秒數有幾秒 再來第二個喔 它的速度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甲從0開始起跑 我們在跑那個接力棒的時候 第一棒當然從0開始啊 它的速度是停下來喔 那跑的時候你們有注意到 快要到那個接棒去的時候 它速度會慢下來 為什麼這邊會這樣接 因為我們在做接力棒的時候 有那個接給下一棒 那下一棒不會待在那邊等吧 它一定會先跑不是嗎 所以它是邊跑邊接棒 所以 乙在接到棒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速度在了 它已經在跑了 然後就接棒 那乙在衝到最高的時候呢 快遇到丙對不對 它要慢下來 慢下來怎麼慢到停變0呢 你就懷疑它喔 這邊是掉棒 是不是掉棒了 但是它 它兩個人它遇到的時候 丙會從0接起 所以 乙跟丙是停下來去交接棒 所以丙又從0開始跑起了 跑到最快的時候呢 就交棒給丁 那丁也是有在 有先助跑一下 所以就交棒給它 最後呢 直接衝到什麼 衝到終點去 有沒有 衝下去了喔 所以它速度是直接衝下去的 這夾以秉靜的情況 那它問你說哪一個是最適當的描述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它說 整個練習的過程呢 接力棒的總位移值是400公尺 400公尺 是位移嗎 不是耶 它的位移是0耶 為什麼 它繞一圈不是嗎 200 一個人跑100公尺耶 那兩個人就繞一圈 繞一圈位移是0 那四個人就繞兩圈啊 那位移還是0啊 所以它說位移值400不對 而是說距離跑了400 這四個人一共跑了400公尺的距離 所以A是不對的不是位移是400 那B它說 整個練習過程呢 選手2 它跑出最快的順時速率 什麼叫最快的順時速率 它的那個斜度 那個最快的順時速率喔 最快的 欸 就發現都一樣快啊 你看啊 只有釘這個跑最快 這個是速率值 假跑到最大道這邊 1跑到最大道這邊 冰跑到最大道這邊 所以 札一丙的速率都相同 反而是釘跑到最大的時候 已經有超過 它的後面速度是有超過 它是越跑越快的 衝到終點去了 所以 那個 B它說 選手2跑出最快的順時速率 答案是不對的 應該選手釘 它在那個跑 跑完內就衝到這邊去了 超過了 那其實說呢 夾以丙丁四個 這個 劃斜線的面積呢 它的面積大小應該相等 對 因為我們講的是跑100公尺嘛 所以 這底下的斜線面積就是100 這邊也是100 這邊也是100 包含這一邊喔 雖然是超過 超過是說它的速率是最快的 衝向終點 可是它面積一樣都相等 都是100 所以這塊面積是100 這面積是100 這面積是100 這也是100 所以面積都相同 答案是C喔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感覺這個面積比較大對不對 不管都是100 再來 諸話說 選手3跟4在交棒的瞬間 兩人的速率是0 選手3跟4 不是 是選手2跟3 它交棒的時候 是停下來的 比方說他們在交棒的時候有一點問題喔 那冰可能呆呆的沒有跑嘛 在那邊等它 然後棒給它之後 它還跑起來 那是不對的 應該要助跑 好 所以答案選擇是C 這樣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邊有趣喔 對不對 它沒有寫起跑點 它只要畫箭頭 這樣子喔 就是沿著這個 喔 越畫越醜 它是沿著這個喔 它沿著這個圈圈在跑喔 然後把題目說一下 它送到遊樂場去玩那個小型賽車 開賽車繞富途 的這個橢圓形跑道 那賽車繞跑道的速率跟時間的關係圖 如附圖右 那速率喔 這個是速率跟時間的關係圖 不是速度喔 速率 那跑道一圈呢 是60公尺 然後就繞一圈60公尺 那第六秒的時候呢 賽車是到達甲的位置 第六秒又回到又到達甲 那甲是不是起點他沒有說耶 好了 第六秒 這邊第六秒 這邊是甲的位置 這個意思啊 這邊是甲 欸 第六秒 喔不是喔 第六秒的時候呢 是甲的速度在這裡喔 不是到 這邊是VT不是ST喔 如果ST的話呢 這是甲的位置 它是VT是說 第六秒的時候速度 我看得出來是這裡喔 這速度喔 速率喔 那它說 哪一個正確呢 我們一續看一下好了 它說0到3秒之間呢 賽車在跑道上行駛的速率是 越來越快 對不對 0到3秒 斜直線 等加速度 越來越快 有沒有 越來越快沒錯喔 0到3秒從0 它從0 禁止的 停止的 一直到加速到 速率是10公尺每秒 越來越快沒有錯 所以答案選A 我看其他為什麼錯 B它說 3秒6秒期間 賽車在跑道上某個位置 處於禁止的狀態 你看喔 3到6秒是水平線 VT的水平線是幹嘛 等速率運動 那是速率喔 等速率運動啊 所以它速度是沒有改的 不是休息的 所以B不對 C它說 6秒到9秒的期間 它過了甲位置 然後又倒車回到甲 不是啊 6到9的時候 它不到車耶 它是速率在減慢 有沒有 越來越慢到停下來 第9秒停下來 所以 6秒的時候呢 速率是10公尺每秒 那邊開始就減速了 到第9秒是完全停下來 喔 所以呢 C也不對 那諸事說呢 0秒到9秒 賽車剛好繞一圈 它的位移大小是60公尺 欸算一下 這個要順才知道 這個看不出來 0到9秒期間呢 它的位移多少 我們要求的是 這個底下的面積喔 我們說VT喔 底下所涵蓋的面積是它的位移 有沒有上底 有 它的上底是 10 下底 下底是 喔不對 上底是3加 3跟6 6扣掉3 這邊是3喔 這邊呢 秒數是9秒 所以是3加9 再去乘上高 高指的是它的速度 只是10喔 然後除2 3加9 12 3加9 3 這邊3 再加9 乘以高10除2 12乘是120 120除2 答案是60 它的那個繞一圈的那個 距離是60公尺沒錯 可是我剛剛看出來問題了 它說繞一圈 它的位移大小是60公尺 位移圈起來 位移是0啊 好它有算半天 繞一圈位移是0啊 那個繞一圈就沒有移動了 所以不是 是繞一圈的路徑長 路程是60公尺沒有錯 但是繞一圈的位移是0 所以珠也不對 那答案選的是A 這是第15題 好這樣沒問題 它說呢 它在筆直的跑道上做折返跑 它從P點開始起跑 從P點起跑 P點起跑 然後呢 跑的路徑是PQPQPS PQPQPS 這箭頭我沒畫了 一共花了15秒 那它說何則是它這次折返跑的平均速率 所以你要把那個速率圈起來 它是求速率不是求速度 如果求速度 它的位移只有P到S啊 5公尺而已對不對 然後5去除以15 那5還是負的喔 所以負5去除以15喔 可是它不是這樣問的啊 它問的是平均速率啊 啊速率什麼意思 速率是說跑多少算多少全部加起來 你看喔 它是PQPQPS P到Q又到P P到Q P到Q的時候是10 Q到P Q到P又是10 又P到Q 又是10 又Q到P又一個10 所以已經4個10 在P到S P到S又一個5 所以它是10加10加 10加10加10加5 45 有45的它跑的距離 除以秒數15秒 所以答案是3 3公尺每秒 那方向呢 速率沒有方向問題喔 所以方向是騙人的 有方向把它劃掉 所以答案選擇是C喔 這樣知道嗎 今天講的是速度才有方向 速率沒有啊 速率是跑多少次加起來的 那有什麼方向問題 所以答案選擇是C喔 這OK嗎 那這是第17題 好吧 題目的題材說一次喔 好小明在丟垃圾的時候呢 水滴由垃圾帶的破洞滴出 在路面上留下痕跡 這段時間內喔 它滴痕對某一個參考點的位置 跟時間的關係如下表 什麼意思喔 它的垃圾帶在滴水 那滴水的過程的時候 它就找一個當作原點 就是零 還要去觀察後面的點 這個意思喔 然後呢 這個 這期間呢 這垃圾帶呢 只沿著水平固地方向 做直線運動 而且沒有轉動或來回晃動 就說 它提垃圾帶 只有提著 直線運動喔 沒有說這樣晃啊晃啊晃啊晃這樣 不能這樣晃喔 也不能來回晃喔 就沒有晃動跟轉動 那垃圾帶的底端呢 跟破洞 離地面的距離很小 而且固定 就說喔 垃圾帶那個破洞 離地面的距離 是維持固定的距離 因為它知道這邊很多漏洞了 所以它把它 今天講清楚了喔 那 所以呢 這個數據本身呢 可以看得出來是垃圾帶運動的狀態 所以這個 這邊的間隔距離 就是垃圾帶本身的移動的狀態 它說水滴的質量很小 可以被忽略 忽略不理它 它說下列推論呢 哪一項最合理 好看它這個表格什麼意思喔 0秒的時候在0的位置處 經過1秒之後呢 那個破洞就垃圾帶滴了水 移到30公分處 2秒70公分處 你會發現喔 170停了很久對不對 345 3秒4秒5秒都在170公分處 表示說它在停的沒有動 345秒是沒有動 後面怎麼樣又動起來了 好這個意思喔 所以它說 說0到3秒的時候呢 垃圾帶做等速度運動 0到3秒的時候 它的距離是0到30 30到70 這邊加30這邊加40 沒有等速度 等速度是說喔 這兩個加的間隔會一樣 如果你這邊加30 它就要變60啊 那就等速度啦 可是它是30變70 這邊加40 這邊加30 這邊加40 那就沒有等速度 所以A不對 B它說 3到5秒的時候呢 垃圾帶做等加速度運動 3到5秒剛剛圈起來 它都沒有動啦 沒有動它是速度值是0 所以B也不對 其實它說 5到7秒之間 它的垃圾帶所受的合力為0 通常合力為0是兩個狀態 一個就是靜止不動 一個是等速度運動 那5到7秒之間的時候呢 5到7秒 5到7秒之間喔 這樣子加 是加20 這樣加加30 它並沒有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合力也不是0 所以C也不對 那足它說 6到8秒之間 垃圾帶做加速度運動 你看喔 6到8秒 6到8 190到220 是不是多30 加30喔 220到270 它加50 是不是加的直不一樣多 只要不是等速度 通通稱之為加速度 所以諸事說對了喔 6到8秒之間 它做的是加速度運動 記得再說一次喔 所謂的加速度運動 可能包含減速 可能包含加速 也可能包含 忽加忽減的狀態 一下動 一下快 一下慢 都稱之為加速度 因為我們剛剛說二分法 不是等速度 就是加速度 這樣有概念喔 那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等加速度 如果遇到的是等加速度的時候 它是維持一個直線在跑 可能是速度值是越來越快 就越加越多 叫等加速度 那一個是越來越慢的 也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它是 就是負 就是負加速度啦 差點越來越慢 那詳細的差異 我們到下個章節再來說 好不好 那麼這裡呢 答案選的是豬 好 再看那個 哇 時間快到了耶 我把這頁說完好了 還差一題而已 好 看那個題組的這一題 來看那個十七 不十七啊 十八頁的題組的第一題喔 這是VT喔 它給的土呢 是一條斜直線 這樣子滑下來 這樣滑下來什麼意思呢 你要這樣想喔 你看圖啊 會說故事喔 你在零秒的時候 有沒有速度 有速度在 然後怎麼樣 VT的斜直線呢 就是等速度運動 沒有錯 可是它速度怎麼樣 是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到最後怎麼樣 停下來了 所以這有點像什麼 像說你開車的時候 看到前面有紅燈 你不能加速吧 你應該怎麼樣 踩煞車 那踩煞車的過程的時候 速度怎麼樣 呈現一個速度在減慢 可是我這邊是一個 很平均的減慢 是個等加速度 就是它的速度是越減越少 越減越少 那個值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個斜直線下來 到最後停下來 好 所以它說呢 這樣的描述啊 是符合哪一個 A 它說 汽車延直線 自靜止開始加速 如果靜止開始加速 是這樣子畫的 是這樣畫斜直線 所以A不對 B 它說 物體由靜止 自由牽直掉落 這個叫所謂的自由落體 它是個等加速度運動 一樣是屬於這樣子的畫法 從零開始這樣畫 所以不會像這樣畫 那系它說 汽車沿著直線運動 緊急煞車到靜止 煞車到靜止 有可能 所以這C有可能 那豬說呢 保齡球呢 在沒有摩擦力的水平面 如果沒有摩擦力 它如果會動 就變成等速度運動了 沿著直線滑動的過程 可是等速度運動是水平線啊 所以豬一定錯的啊 所以答案剩下C了 C會比較好 那答案選的是C 好 那我們就今天說到這裡了 拜拜 拜拜 拜拜